第1521集 下一刻,女生传来 陈猫,回去 破酒再来,本宫需要帮手 大胖子大胖子大胖子,我没办法破酒啊 呀呀呀,没事没事,我有办法了 呀呀呀呀呀 藏猫肥胖的身躯在虚空中疯狂跳跃,惊喜得不行 灵黄回来了,灵黄还活着 他以为他死了,他真的以为他死了 张涛他们回来之后,转述了灵黄的话语 他就以为大胖子死了,他还活着呢 喵,好开心呢 大胖子,你还活着呀,真好 藏猫开心,灵黄声音再次传来,冷笑道 哼,活着 一群人不人鬼不鬼的家伙存在 谈何活着,可笑 这群人鬼不分的家伙,今日总算吃了大亏 也好,也好 可笑,可笑啊 杀了季也好 季,也就是人华 丹米,没有其他 灵黄冷笑一声 下一刻,九重天外 轰鸣声响起,太阳消失 三界陷入黑暗 杀 下方,镇天王这些人疯狂 纷纷钻入困天灵中 朝仁黄杀去 有黄者出手阻拦了 灵黄挡住了一位要出手的黄者 这时候还不杀仁黄,什么时候杀 仁黄咆哮声传来 怒喝道 纵然杀了本黄,你们也别想活 三界随本黄一起覆灭 兽黄东黄斗 出手,否则本黄自暴在这三界 覆灭这三界众生 此话一出,黄者还没开口 这一刻,五王忽然爆发 吸收了无数人的力量 瞬间破漆 眨眼间杀来,怒喝道 那就一起死 一起葬送这三界众生 让这三界覆灭罢了 哼,覆灭三界换一位黄道 不愧 张涛怒喝,威胁谁啊 威胁我们 我们从来不受威胁 这一点三界皆知 哪怕西年有强者妻女 被悬挂地窟城墙之上 被地窟强者凌迟 逼迫人族强者投降 也无人说一声妥协 我们的骨头 比你们想象的要硬 杀了他 让这三界陪葬 五王怒喝一声 一边抽出 抽得人黄脸皮颤动 却是被人困住了 哪怕破戚的张涛 只是在他的脸皮上抽出了一道红印 这也是奇耻大辱 你也配当人黄 你也配主宰人间 你也配主宰人族 你算个屁 张涛咆哮 一边又一边地抽打 镇天王几人疯狂轰沙 困住了人黄 镇天王大笑道 张涛 别管这家伙 去 收了人黄剑 那是你的 他算什么人黄 挂个名罢了 人黄剑吸收人间灵气 八千年 汇聚的是人道 用你的大道去收了他 此话一出 张涛眼睛一亮 哈哈大笑 瞬间朝人黄剑杀去 这剑是神器 神器可入本源 这一刻 张涛也是大胆无比 直接将此剑拉入本源世界 长剑咆哮 疯狂杀向大道 找死 其人间灵气 坏我人足我道 不要你这破剑 今日碎了你 张涛也是个疯狂的性子 一看 这剑居然还反抗 瞬间怒了 这剑吸了人间八千年的灵气 是个恶剑 他要宰了剑 一条通天大道化为长剑 瞬间朝人黄剑砍去 无数人影浮现 镇压人黄剑 人黄剑一触碰到了大道之剑 瞬间颤抖起来 张涛剑壮 哈哈大笑 疯狂劈砍 大道都在崩溃 却是无所顾忌 继续劈砍 很快 人黄剑发出无叶声 颤抖不已 好像是在投降 张涛却是不管他 一剑又一剑的展相 今日 非要破了你这恶剑 一柄神剑强大无比 可有时候 人就是如此执着 张涛厌恶这柄剑 这剑吸收了人间八千年的灵气 差点灭绝了人间五道 他不想要这玩意儿 而且他知道神剑被破 人黄比伤 这就够了 至于人黄剑 他不在乎 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 人黄剑好像被大道克制 很快 常见屋叶声传荡本源世界 剑身之上 好像有血液在流淌 此刻本源中有人叹道 人黄剑乃是人黄信物 只是兵器 何必迁怒此剑 神器有灵极为难得 今日破定了他 张涛冷酷无比 他听出来了 是窦的声音 所以才没恶言相向 可依旧霸道 此剑吸我人族之血 必死 执着 说不上好坏 可就是这么执着 他非要破了这剑 哪怕这柄剑难得无比 比一般的神器 都要强大得多 若不是被人黄道克制 他一味破漆 都未必能拿下此剑 细微的军烈声传来 血雨倾盆而落 在张涛的本源世界中降落 这柄剑都快成精了 然而这时候 却是被人黄道压制的 没办法反抗 剑身不断破碎 军烈声不断传出 外界 人黄口一鲜血 他在人间酝养了八千年的神器 今日刚出世 就要被破了 这一刻 哪怕黄者也有些复杂 震撼于武王的决心 一柄强大无比的神器 已经要臣服他了 他居然不要 不愿意 他非要破了人黄剑才甘心 哪怕黄者也未必做到 人黄剑比一般的神器要强大不少的 人黄遭遇了这群疯狂无比的家伙 此刻甚至有黄者都觉得输得不冤 这群人 这群人搁在三万年前和他们争锋 谁成黄 难说 三万年的英杰汇聚在了这一个时代 八千年的压迫解放了他们的血性 让他们彻底放开了一切 也许这就是他们想要看到的 可今日真看到了 还是难免震撼 有人心中复杂 不知到底是对是错 三界这盘旗上 养出了太多的疯狂之辈 就在这时候 轰隆一声 如同天王陨落 三界震动 本源与众都在颤抖 并非有人死了 而是人黄剑炸开了 地球 当人黄剑炸开的那一刻 一股强大无比的能量从虚空中涌出 天堂 仙界 这就是这一刻的人间 这一战 方平他们彻底打破了一些局 八千年来地球上能量不限 他们以为是地窟通道的原因 以为能源太阳 也就是仙缘只在地窟 可这时候他们才知道 错了 仙缘其实在三界 仙缘计划只是吸收了人间的能量 可后续也在回馈 而这回馈的能量 却是被一柄剑吸收走了 否则 哪怕不如地窟能量浓郁 地球也不会是没能量的地方 地窟通道还没关闭的时候 地窟的能量还能渗透到地球 可通道封闭 千年来地球彻底成了 绝地 再也没有任何修炼能量可言 方平这些人一开始修炼的时候 还算好点 由通道开启了 可几百年前一条通道没有 地窟能量不渗透而来 地球就是五道的绝地 今日人黄剑破碎了 能量再次一散回归了地球 那股浓郁的能量冲击得大地军裂 冲击得山川炸裂 冲击得无数建筑倒塌 而这时候 无数武者在抵御灾害 无数人在咆哮 在变墙 在沐浴这些能量 之前仙缘就有血液渗透 让人得到了强化 此刻再次有大量能量渗透 这一刻 无数人破镜 一些孩童此刻都因为能量太过充裕 直接气血爆发 隐约间要成为武者 神王无敌 武王无敌 人族无敌 一声声呐喊响彻人间 所有人都知道 这是他们努力的结果 三界的大战 他们看不到 却是听得到 一位为传说中的人物降临 甚至有传说中的皇者降临 四方沉浮 然而此刻 他们知道 人族强者还是一如既往的 威风林里 他们打破了人皇剑 将能量返回人间 他们联络各方 要图了这尊皇 此刻 皇者都有生命之危 这就是人族 不强大 但是永不妥协 永远守护着这片家园 人皇剑碎了 人皇敌血 这一次 终于露出了一些疲态 一些无措 配剑都被人斩断了 酝养了八千年的配剑 就这么碎了 而就在这时候 武王身上 一股滔天气血涌出 一枚印章 忽然悬浮空中 吸纳一缕缕 人皇剑破碎之后 留下的气息和能量 人王印 其实就是个信物 普通的印章 上次老张要传给方平 方平不要 丢了回去 这一刻 这枚汇聚了人族信念的普通印章 却是在吸收那些东西 七品 八品 九品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这枚普通印章 眨眼间到了绝颠神兵的强度 紧接着轰隆一声报名 大印颤动 地兵 这还不是尽头 大印继续疯狂吸收那些能量 那些气息 包括人皇剑的残片 继续蜕变 轰隆隆 圣兵 依旧不是尽头 大印再次颤动 吸收了一丝人皇道之气 吸收了一些本源之气 再次颤动了一下 半神气 到了这地步 大印才停止了蜕变 下一刻 落入老张有些残破的本源世界 轰隆一声坠落 镇压本源 镇压大道 老张的气机也随之增强了一劫 人皇印 这一刻有人呢喃 击碎了人皇剑 锻造了半神气的人皇印 亏吗 很亏 然而对人族而言 对武王而言 却是不亏 这印章才是新武人的信武 人皇剑只是人皇的信武 而非武王的 这是武王的兵器 也是新武锻造的兵器 张涛哈哈大笑 赚了 我人族灵器恢复 我还锻造了一柄 半神器 划算 记 你还是去死吧 你不配当着人皇 也没资格 他都不喊人皇了 也不想喊 此刻的人皇再次敌血 不是因为武王 而是方平 就在这一刻 本源世界中 方平一击打碎了一小块门户 之前虽然残破 可门户没有洞穿 而这一刻 门户忽然被洞穿了一个小口子 就在这时候 一股强大到难以想象的气血之力 瞬间朝方平涌来 其他七位初五天王 原本都快彻底死去了 这时候居然也获得了一丝馈赠 气血之力强大无比 纷纷涌入他们体内 可这时候 外界的人皇却是脸色一白 惨笑一声 你们 很好 既然如此 那本皇便葬送了这三界 一起上路好了 能成皇者 西年也是决绝之辈 岂能一点霸道之气都没 既然方平这些人非要和他死磕到底 那就一起死 也比他们慢慢磨死要强 一位皇者 此刻被逼迫到了这地步 也是超出了三界所有人预料 连那些暗中的皇者 这一刻都感受到了心计 三界要逼死一尊皇了 把手吧 当看到人皇气急爆发 气血冲消 九重天都被击破 有人再次出声了 这一刻 声音和斗有些不同 苍老一些 三界 把手吧 真要和记忆一起覆灭吗 覆灭就覆灭吧 方平疯狂吸收那股质量高的可怕的气血 恢复今生 瞬间还在疯狂储存 灌入本源世界 一边抱贺道 自爆 吓唬谁啊 吓唬我啊 我人作自爆的强者 没有一万也有八千 我见得多了 既然要死 那就早点自爆 拖拖拉拉的 以为我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哼 想着你们插手 想着逼迫你们插手救他 就这 还当什么狂者 老子都替你们脸红 干脆点 砰的一声 爆啊 去自爆啊 怕死了是吧 不想死了是吧 方平极度嘲讽 哈哈大笑道 吓唬我有用吗 不想死 跪下来求我 天地颤动 这一刻 人黄真的被逼急了 跪下来 方平 本黄今日便成全你 人黄彻底疯狂了 双眼血红 方平让他跪下求他 岂有此理 其人太甚 堂堂皇者 这一刻忽然觉得自己有些委屈 他被人逼得要去跪下求饶 那不如死了算了 此刻人黄的气急飘摇 昆天灵都炸飞了 天狗嗷嗷直叫 被人黄自爆了手臂 直接炸得狗头粉碎 急忙顿逃 天地之间这一刻 只听到气血涌动的声音 镇天王这些人也是各个面色巨变 还是方平衡 几句话彻底激怒了仁黄 也让仁黄断了希望 既然如此 那就不要再等了 这一刻 再次有几道声音传来 主烧 急停下 本元快无法压制了 快来不及了 有人怒吼 这时候之前的仓老声再次传来 叹道 九皇四帝联名 今日罢免继人黄之位 人族归人族 三界归三界 大道有缺 许黄阵呀 三年之内 黄者不出 三界众生非棋子 天道如此 方平 朕 坤鹏 尔等罢手罢 既不可杀 也杀不了 他死 三界破碎 这一刻 苍老生也是无奈 输了 是的 输了 九皇四帝的谋划到了这一刻 还是被人破了 一群疯子破了 他们未必无法出手 可有人阻拦 就算没人阻拦 出手杀光了这些人 真杀光了 还是输了 他们吻输 是的 毕书的局